经过一千零三十六天的不懈奋斗 8月10号 中国最北端高铁 母家高铁最后一座隧道 峻山隧道顺利贯通 至此母家高铁路基桥梁架设均已完成 为母家高铁年底前铺轨贯通 奠定基础 隧道安全贯通之后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对隧道进行贯通测量 那么经过我们的实测 贯通误差是2.1公分 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验收标准的要求 也保障了隧道剩余工程的施工精度 母家高铁地主高寒地区 全年无双期仅140天 冬季平均气温零下19摄氏度 最低气温达零下35摄氏度 长期低温严寒给高铁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自2016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 施工单位在沼泽地上修筑施工变道 在极寒环境下确保混凝土浇灌质量 应用新设备 新工艺 先后攻克多项建设难题 在施工过程之中主要有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咱们母家高铁 处于东北沿岸地区 有效施工期短 我们在冬季对半河站 钢结构加工厂和隧道洞内 进行全面保温 有效地利用了冬季施工时间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施工进度 第二个困难就是我们在隧道施工过程之中 发现维盐变化特别快 我们充分利用了超前地质预报手段 秉着研变我变的施工理念 加强施工管控 确保了隧道的安全贯通 据了解 母家高铁全长370余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是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建设项目之一 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铁路重点项目 母家客专终点位于对俄开放的前沿城市加弥斯 距中俄边境仅180公里 巡山隧道的贯通 标志着母家全线线下工程积木完工 那么下一步我们将进行五扎轨道施工 预计明年下半年 母家全线可以开通运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